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訂閱 歡樂自多心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內容喔 領獎金 領獎金 今天的遊戲規則是每一組都要做裝 都在自己非常擅長的領域來做 好 那進行你問我答 積分爭奪賽 來 第一個當裝的就是我們 建光老師 是 來 李建光老師來 請出示關鍵字 最新流行語 流行的 Fashion phrase Fashion fashion 英文喔 對啊 剛才是英文吧 來 請 請主專家請下注 我們下三萬好不好 好不好 先三萬 因為畢竟我們都不年輕了 不知道怎麼流行三萬 第一題做的都最簡單耶 兩萬塊 兩萬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可以拆開嗎 我們可以拆兩千嗎 可以啦 你最近不是很常 那我們下注單張好了 拆開來下注單張 可以啦 兩萬 兩萬 先保守一下 第一集就考了 你剛剛不是說英文還可以嗎 我可以 而且我也夠留 好 好 好 離開學校很久了 來 請出題 因為我很難 好 我們國外的年輕人 國外的 國外的年輕人 他們常用的英語 流行語 U Gucci 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A 你很虛榮 你知道嗎 B 你 非常懂我 你懂我 C 你很棒 來 計時開始請坐 好難喔 不會啦 我記得 最近有一部電影叫Cucci 可是 我覺得這都不合的 那一集的 我記得以前有部電影叫Prada Prada的惡魔 我知道 但是不會講你我 U Prada Prada 那種Cucci Cucci的 他怎麼會一直是天性的 然後他感覺 真的假的 那就選了 好不好 好 來 請翻牌 好難喔 好難喔 太難了 超難的很好吃 BBC 對 為什麼 因為寫A 你很虛榮 那虛榮的東西都要 U LV 對 U Prada U Hermes U Chanel U Bugatti 對啊 比Cucci的牌子 更多的虛榮 所以虛榮並不代表 Cucci如果叫你虛榮 那Cucci會賞死 對 表情牌是最高端 這些老闆都希望他自己的東西 最貴的 對 所以我覺得你很虛榮 是要拿掉 所以你很懂 你很棒 兩個選一個 你為什麼喜歡很懂 因為我們覺得U Cucci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日常用語 我們比較常用的是 You got it 你懂我 對 所以我們覺得最常用 因為你不會三不五時稱讚別人 就一定說You are great 這樣就好了 但是你懂我就是 平常口語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會比較常出現在 平常日常生活當中 所以就是你懂我 他不會出一個 你很虛榮這個 最起碼我們也會有中 不會全被人說 對 最少要有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 正確答案是 各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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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你很棒 瓜哥很棒 Yeah 瓜哥很棒 對 好心 那能解釋一下 好 就歪歪的嗎 跟大家報告 Gucci呢 是國外年輕人的 口語化的一個替代的名詞 就是說 You're good You're good Goo是一個 結音的意思 You're good You're cool You're good You're awesome 恭喜來 我們新的 新的 新的有八三萬 有兩萬 好 現在才兩萬 對 好 接下來 讓我們親子專家來做中 是 來 親子是關鍵字 關鍵字是 親子一起玩 親子一起玩 那現在錢18萬來請下座 沒有啦 多一點 你老經驗啊 對不對 一起來都有三歲了 一反應該要下我們 我們只下三不夠看 要嗎 要嗎 我們說我們要 對啊 五萬 我看 可以啦 一盤你們要更多一點吧 一盤有小碗啦 我覺得今天三好了啦 你剛剛看一盤 下三 題目有點難耶 不會耶 慢慢開始 幾步慢慢來 怎麼這麼攤才啊 Let's take it easy 這次才兩萬嗎 Sure it'll be okay 對啊 好 二萬好 你有嚇到 你嚇到 你嚇到 三萬啊 三萬就好 Yes of course 順著你玩到 Sure 對 你走太快了 Yes very good Thank you Yukuchi 三萬了 三萬了 親子一起玩 來 請出題 飛盤是適合親子一起做的運動 請問這個運動的發明 跟什麼餐點有關 A 甜甜圈 B 派 C 披薩 計時 開始 這題只能亂猜啊 對 這題 Pi 但披薩直接甩了啊 這個是不是陷阱 但他們這題目已經出得很奸詐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 不會啊 這題目過會奸詐了 3 2 還是叫我甜甜圈的 來 來 好 拍 好 換下 請翻牌 Pi 披薩很簡單 一彎人抓到了 對 我覺得甜甜圈是一個陷阱對不對 對啊 因為只有甜甜圈有洞 跟飛盤一樣有洞 對啊 沒有那麼簡單 跟剛剛那個題目是一樣的 說不定搞不好就是正確答案喔 誰知道 對 然後我們原本想要選披薩 但我們覺得披薩還是陷阱 因為通常人家披薩都這樣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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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其實在烤披薩的人 他會一直這樣 對 對 對 YES 所以我們拍 手拍頂皮那種感覺 所以應該是陷阱 可是又覺得好像太合邏輯 因為披薩上面 餡就放在披薩上面 他怎麼可能拿來掉 但是你要把它轉... 轉平均化再放進烤盤裡 我在打工的時候就做過披薩 真的是這樣做 他講的意思是說 你烤的時候沒有放料啊 對啊 他的製作過程是這樣的 對 是這樣甩 甩完就烤的時候 才放這樣東西去烤的 所以他做的過程 比較像飛盤 你要把它平均化 所以這是陷阱 但是我們沒有人看過派怎麼做啊 沒錯 派可能是兩個師傅丟來丟去的 而且派一直... 派是一勾這樣 放進去烤盤裡面 一勾這樣噗 是... 派的形狀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的政策 就是不會讓它獨得啦 甜甜圈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BC也會中一個 對啦 請公布正確解答 拜託... 正確答案是... 拜託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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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答案是一個狗 對... 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派呢 飛盤呢 其實是親子之間 我們常用的一個器材 可以帶出去 而且非常輕便 那這他的歷史呢 其實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那時候有一個糕餅店呢 他就是用那個鋁箔的盤子 然後做成的派 然後學生吃完以後 就拿這個盤子開始丟來丟去 所以後來就做成金屬 又發展成塑膠的 一直大概到了一九六零年 就用這家糕餅店的名字 就叫Frisbee 來作為這個遊戲 這個運動的名稱 先目收他的錢嘛 好強喔 好強喔 謝謝... 不是給我的喔 他要給你喔 我們有合作的 那你們要賠三萬耶 三萬還賠三萬 對啊 我們怎麼賠共同啊 還可以啊 你不覺得他們都覺得會不公平 不會 因為題目是他們自己出的 沒錯 對不對 對... 做到最後結果答案沒有 我都不知道你題目什麼 如果還好我們沒出 我出了 下次我們背個一兩題 對啊 我們只要把那個 比我找的藝人照片放這裡 他就知關心 沒錯 寫不出來 寫過誰 好 第三題是小星 好 我出題囉 好 請出示關鍵字 對的 我的關鍵字就是這個 噴香水關鍵 噴香水關鍵 好啦 來 14萬了 韋汝 14萬 多下給這女孩子都應該 噴香水 妳可以嗎 我不行 我還要噴香水 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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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主播 我們雖然是很常噴 但是還是3萬好了 保守一點 對啊 也保守一點 你們要猴回來了 看3萬 好 3萬 對 來 3萬 很好 3萬塊是吧 來 請 裁面10萬 好的 噴對香水呢 能夠增加邊對你的好感跟印象 那請問呢 下列哪一個噴香水的方式 是正確的 A 出門前5分鐘噴 B 噴過量的時候 用濕紙巾去味 C 它乳液之後再噴香水 妳最懂 計時開始 妳現在是懂 我是A 就是B 對 因為5分鐘 因為5分鐘前噴 我也都這樣子 對啊 差不多 出門前5分鐘噴 然後味道前中後味就會出來 對 沒問題 5 4 3 2 1 好 請翻牌 A B C都有人選了 5分鐘 都有 來 我們聽聽A 親子專家請講 不就是平常出門 然後要讓人家聞香味 所以就是要準備出門前開始噴嗎 就5分鐘嘛 難道它的正確答案 可能是3分鐘或1分鐘嗎 應該沒有差那麼多吧 所以不可能的就是C啦 對 C 不可能 因為你C會有紙質在你身體上面 那紙質就會把香水的給蓋掉 它會把它流失 讓你的味道比較不持久 所以絕對不可能是C 出門前我覺得不用到5分鐘 因為香水都有前中後味嘛 所以你要去感受它的變化 出門前再噴就好了 那我覺得B C 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B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需要去味的話 應該是要擦乳液才能去味 所以正確答案是C 如果你的香水放在乳液之後 才不會被乳液的香蓋過 但是如果先乳液再香水 那個香水會很持久 我們三個很妙 像韋汝覺得C一定錯 然後逸凡覺得B一定錯 我們覺得A一定錯 然後我們都要二選一你知道嗎 很妙喔 那這個題目表示它出的真的不錯 出的很棒啊 只有一個 重點我就不用香水 所以我沒有辦法參與這個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的 正確答案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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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為什麼 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剛才都說錯了 因為大家其實可能忘記 其實香水它的成分是酒精跟蒸流水 那酒精是會揮發的 所以就是說你皮膚本身是在很乾燥的狀況下 它的香水在你的肌部上面停留 就會變得更快揮發掉 因為你本身非常的乾燥嘛 但若是說你先擦了乳液之後 讓你的身體有保濕的效果以後 你再噴香水 那香水反而是不會那麼容易就揮發掉 反而會比較持久 會持久 對 因為濕度保持它 對 因為濕度保持得好 那另外呢 那A的部分呢 其實A的部分也是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像他剛才講的 香水有前中後味 但通常香水它本身 最核心的味道是在中味 那中間的味呢 是差不多在你噴過的之後 可能差不多30分鐘之後 中味才會顯現出來 中味不是賣口罩的嗎 對 只有他剛剛 中間那一段 中香 所以你還要噴前面的香 對 中調香調 對 後調 所以就是真的要再隔久一點 出門前可能30分鐘 沒錯 反而你一開始一噴的話 大家覺得天啊 這個人怎麼香水味那麼重 對 反而會是 對 很像的 你們這邊好像還有紅酒 要放一段時間了 要醒酒 要醒酒啊 所以最好的味道是差不多 你出門前半小時 一個小時前先噴 好 所以知道了 來 這個 那主播要賠錢 我們先 好 我們沒錢了 我們先殺給你 我們三萬對不對 謝謝四萬 這邊四萬就賠三萬嘛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你再賺你就好 好 沒錢 他太多難了 沒關係 來 回過頭的片 好 主播你要出題了 請出示關鍵詞 我的關鍵詞 跟飛行有關 OK 搭飛機要注意 搭飛機要注意 來 請下注是四萬 我覺得這個 可是搭飛機好像又滿簡單的 可是這很簡單 他們一定會出難的 越來越多提了 第四萬 我以後要當莊 越嚇越害怕 看天啊 看天啊 好不好出題很濃途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穩穩的 對不對 我們想要找輸為贏嘛 對 好好一點 但搭飛機我們常搭一次 常搭可以 那你要三還是四 三還是四 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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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可以拿獎金 好 四萬塊 我們還是三萬嘛 好 三萬一路 對 來 請出題 搭飛機的時候都會看到 一排三人座的座位 請問 中間的人可以使用哪一邊的扶手呢 A 靠走道側的扶手 B 靠窗側的扶手 C 是兩側都可以用喔 這可以用手握扶手有規定喔 有規定喔 我都想說 我都沒有注意到這個耶 對啊 我都想說 那你怎麼注意 他走到的話 他一路右手走在這邊 對 理論上是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不是用左右邊的 左邊 中間 還有一個是在走到 對 還有一個走到在對 不是 走到兩邊的 兩邊的 正中間的 那個很難耶 哪一個叫窗側 哪一個叫走到窗側 他是說中間這個的 對 我以為你可以用外側 左邊跟右邊嘛 所以我們都要先決定 到底是右邊來的 好 只有這樣寫啦 來 請翻牌囉 我們想著想著 靠走到側的扶手 因為說中間那個 你兩邊一定是外面打下來嘛 對不對 對 你靠窗的話 你靠窗中間那個也是 情形是一樣的 但是應該右側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靠走到 靠走 現在有印象是靠走到 對 那一側 因為每次要調什麼東西 好像都在左邊嘛 對 對 那個餐盤拿起來就 餐盤不是這樣拉起來 對...也是這邊沒錯 對不對 很少餐盤是這邊拉起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 我們的中間這個的位置 應該是左邊 左邊 用餐...我點那個牛肉 因為那一側那邊是窗戶還是... 是窗戶應該在這邊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靠走到的扶手 我是這樣想的 親子專家 我們也是覺得靠走到 因為走到的那一方 不管左邊還是右邊 他的走到的那一側 一定會有感感 所以為了要公平起見 大家就是都靠走到的那一邊 手放下去 對 所以就是靠走到那一側 一定會有 不管你在左邊還是右邊 因為兩側都一定有走到 我跟你講你們太嚴肅了 兩手都有 我跟...我跟姥姥 是相反意見啦 我也是認為說 是要靠走到 因為我的...我的印象中 都是從左邊 然後按服務力幹嘛的 或者是餐盤 對...可是我覺得他需要的 對...但他也是要有他的想法 問題是說 可以用哪一邊的扶手 他不是說餐盤 兩邊都有扶手 那我兩邊都可以靠 我這樣子靠 其實都可以的 他意思是說 就算要靠到這邊 他也不違法 對...就是我覺得 應該沒有到那麼嚴重的 是不違法但沒禮貌 他就是一個禮儀 他就是一個禮儀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要是旁邊的人用了 那我就不會使用 但就是說 在兩邊都沒有人特別用 我相信這應該是 都可以使用 他是說可以用 而不是怎麼用 而不是規定 你必須得用 我覺得 那這個我會想要選C 是因為有時候 你如果在最中間的時候 你怎麼去斷定 哪一邊靠窗 還是哪一邊靠走道 那不如就兩邊都給你用 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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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強 你兩側扶手 你出這個問題幹嘛 你出這個問題 不是... 對 瓜哥讓我娓娓道來 就是呢 這個資深空服員米蘭表示 因為這個乘客走道 就是在中間的那個人 是不是很隨 因為他又不能靠窗 然後又不可以伸展 那你看靠窗的人 他可以偶爾歇習在那個窗框旁邊 對... 那個叫Window Sim 那IOC的人 如果沒有車子 Trolley走過的時候 他可以這樣伸展對不對 對... 但中間的人呢 國際禮儀上來說 他中間兩個 就是你看我要上廁所 借過借過都要經過他 所以國際禮儀上來說 他是兩個扶手 都是以他為優先 但是這是一個 就是沒有硬性規定 就像剛剛討論的 就是我們會互相禮讓 那如果四個 四個座位的話 是有兩個在中間 對... 那要怎麼用呢 就是比如說你們 你是IOC 你也是IOC 然後我這邊還有兩個人 我們一定會Double到一隻手 對不對 那如果我先睡覺 比如說我是這樣子 那這個人呢 就可以往前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是兩個人 都要共用那個扶手的話 就是一個前一個後 那如果你不怕被告的話 你也可以搭在他手裡 他也是這樣 默默的牽手是不是 先賠錢吧 我們沒有十萬 我們只剩八萬耶 只剩四萬對不對 四萬 四萬 四萬吧 發財了 你們還可以賺幾萬 沒有剩下 沒有剩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親子專家 只剩... 剩八萬耶 對啊 好可憐 破產了 出事關鍵字 關鍵字是 媽媽不健康 媽媽不健康 媽媽 二十二萬的主播 來請下注 有誰還這麼多啊 沒有... 媽媽怎麼多 你要下多少 媽媽我覺得五耶 五耶 五萬 你要多一點啊 五萬多了 五萬多了 八萬多了 八萬多了 五福齡門很多了 五福齡門很多了 有個進去看誰先 對啦 明明他們先 我們年紀大了 他有一些專業 美容大人 五萬多了 有媽媽 美容咧 美容咧 我跟你講 因為他們太可憐了 那他們有 賺錢的機會 五萬多了 夠錢 還會我覺得 十萬比較透 五萬不要... 三萬嗎 三萬嗎 老闆 媽媽夠貧空 請出題 太廣了 請問一下 我們在市面上常常看到 三種顏色的洋蔥 對不對 請問每一百顆當中 哪一種顏色的洋蔥 含鈣量還有維生素C 是最多的呢 A 白洋蔥 B 黃洋蔥 B 紫洋蔥 好 請作答計時開始 白洋蔥 對 白洋蔥 概量維生素 來 五 豬本人都不定 知道 對 白洋蔥 來 請立排 好 兩組選擇紫洋蔥 一組選擇白洋蔥 來 選擇白洋蔥請說 因為我覺得就是洋蔥 就這麼多種類 那為什麼大家會量產白洋蔥 一定是因為它的那個可能就是 比較好種啊 不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效果最好就是 最健康 對 最健康 最多的白洋蔥 就是以那個植物的價值來講 是最好 所以大家才開始量產 因為大家都喜歡嘛 那大家都喜歡買 那所以就開始量產了 最多的是黃的 黃皮是黃洋蔥 外表紫色是紫洋蔥 白皮的才是白洋蔥 沒有啊 但黃皮的才是白皮啊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看皮的 白洋蔥外皮是白的 黨海裡面都會有白的 你再改答案 我也以為洋蔥是白的 但是紫洋蔥好像切有點紫色吧 紫洋蔥切看還是紫色沒錯 但是黃跟白 黃是外表是黃色的 是黃洋蔥 我們平常色都是黃洋蔥 你講量都量少是 因為氣候好不好重吧 商業價值啦 對啦 其實成本比較低 我認同養的是因為紫洋蔥 其實它紫色是比較多花青素 可是跟維生素C沒有關係 我覺得紫洋蔥可能是個限制 但是紫洋蔥比較少見啊 因為量比較少可能更珍貴 我跟瓜哥想法一樣 因為紫的感覺就是 花青素跟維生素C 就是顏色越深 比如說黑的紫的食物的營養成分 都會比較高一點 深色 我們想要以稀為貴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答案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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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夢到 因為白洋蔥就是我們俗稱的 這個牛奶洋蔥 它每100克的白洋蔥 含有25毫克的鈣 跟5.6毫克的維生素 是三種洋蔥裡面 含鈣跟維生素C最高的 但黃洋蔥就是我們一般吃的那個 外皮是黃的 它其實是葉酸最多 那紫洋蔥呢 它的熱量最低 但是它的膳食纖維最高 而且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在吃洋蔥的時候 不要跟蛋白質和在一起 不然胃常常會不適 會很容易不舒服 所以我們如果吃雞肉沙拉 就不要肉 會盡量不要 如果你腸胃本身比較不好的話 我現在想起來 我們吃那個鐵板燒 對 結果現在來洋蔥嘛 對啊 生的洋蔥嘛 可是你的洋蔥吃那麼多 你還是坐在吃肉啊 對啊 你胃會不舒服啊 一般人 若你腸胃比較不好的話 比較刺激 對 他有 他撞我們三萬啦 好 來 關鍵了 還真的跟牛奶有關係 關鍵了 一般有當關鍵了 對 天啊 哇 出發牌 好 來 自從講很聰明之後 就不行了 怎麼辦 我們一點都不聰明 我們謙虛一點 謙虛一點 來 最後一個當關 那個美容達人請出題 我們來 老師 好的 我們是 小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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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萬親子專家請下顧 要來嗎 全說了啦 全說了啦 對啦 這麼不容易啊 我們不就是 還是要留點獎金玩遊戲 對啊 因為他現在 他可能拚 對啊 我只能拚全部報 我不會贏啊 來 可以拚啊 你決定 你決定 再多一點吧 6萬 1 2 3 1 2 3 多少 3萬 好 這樣等好了 1 2 3 4萬 好 我們現在4萬 小心掌握握 請出題 一條握握會讓你看起來 會老十歲 但是請問下鍊哪種的飲食習慣 最容易讓握握爆到 好 A 吃太油 B 吃太辣 C 吃太甜 來 計時開始 你一定知道 知道了 對啊 這題出得算簡單啦 我也覺得 大家的生活習慣 對 真的 這跟生活習慣有關係 就看大家喜歡吃什麼 來 請翻牌 他這倒大煤了 36萬倒大煤 你看一下要賠十幾萬 13萬 我覺得6萬 13萬他只是23萬 23萬 還好 正常 那對 OK 恭喜大家了 來 這麼簡單啦 就C 太甜了 太甜了 沒有 這太簡單了 才有太常來出題了 我很難說 吃太甜一定會容易老 對 我也覺得是太甜 甜本來就不好 而且油本來就是我們皮膚 該有的油脂 像有些人減肥不吃油 反而會讓皺紋變多 所以油脂還是一樣 對 然後你知道辣椒的維生素C 也非常高 所以它對皮膚也是非常好的 還可以分享我們代謝他們的 辣椒是鹼性的 對 有時候會綜合身體的酸鹼質 像我們吃那種油蛋 有你眼就好像這個 很Q彈 對 Q彈 潑尿酸在上面 臉都油油的 還不會吃太油 對 是 恭喜大家了 不用說話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來 給我評價 怎麼那麼簡單 欣泰甜 多多哈 多一點 應該多哈的 讓他賠得甘願一點 先講完答案 還是要講嗎 大家知道 還是要講 還是讓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像台大醫生 尤其是皮膚科醫生 蔡醫師表示說 因為其實吃糖 吃甜食 會讓皮膚老化 原因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糖 這個甜食 會斷裂你的膠原蛋白 就是皮膚支撐的膠原蛋白 就甜食會破壞它 所以一斷裂的話 你就會長皺紋跟細紋 是 沒關係 待會兒先賠完錢 好可憐喔 不是 總要中間給大家 不是 因為現在醫療節目很多 對 都要靠出來一個健康的問題 等一下 妳知道嗎 對 太快了 對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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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敢冒險 都陪完了嗎 都陪完了 我說實在 我們的莊家 是沒出沒飲 我們20萬啊 對啊 一點那個好處 那目前獎金 你是23萬 17萬 20萬 還是第一名 還是第一名 恭喜再加5萬 28萬 好 那個這個 資訊很重要 是 不是光我們自己在玩啊 對不對 吃太甜 當然會老化嘛 對 那可以繼續來補充一下 來 而且不只是有講 吃太甜會長細紋 長皺紋 那其實尤其像現在的氣候 像最近我們已經開始開暖氣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開冷氣這個階段 對喔 這兩天我都有開冷氣 然後現在會有大量 像這樣一個冷氣房 或暖氣房的溫差 那暖氣對皮膚也會影響嗎 也會非常影響 會吸乾的水分 對啊 我那時候睡起來 整個鼻子脫皮乾 是不是 然後會覺得非常乾 是日本的感覺 所以你會造成皮膚的水分流失 然後呢 你會有大量的出油 出油就油水不平衡 那像瑪莉亞一樣 直接就會乾燥脫皮 或者就變缺水性的肌膚 如果說你是乾燥肌的話 你的毛細孔也會特別明顯 然後接下來 你像很多的保養品 其實也無法吸收 那所以上妝它會非常非常不服貼 所以說很重要的關鍵就是保濕 保濕是保養當中最重要的關鍵 而且你一定要做到很足 就是最重要的第一道程序 那其實當然很多產品 你不能說只有是 就是補水 讓水分流住而已 不是 你還要去生成的補水跟造水 那其實像 我今天就有帶一罐 像我現在是每天愛得不得了 早晚我都有隨身攜帶 它叫超水感精華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馬上來分享 它被稱為能造水的精華液 而且叫做攜帶式行動式的水塔 水塔 對 讓它可以把滿滿的水分 全部都抓到皮膚裡面去 而且它的質地非常特別 因為很多精華液 會這樣黏黏酥酥的 對 可是它是在 就是很符合我們台灣的 這個比較海島式的氣候 很潮濕的 所以說它是非常的清爽 一點都不會黏膩 而且它非常好吸收 一下子就吃到皮膚的底層 真是完全沒有底妝的狀態 那我可以先測一下皮膚的保水度 大概是多少 好 沒有底妝 天生地質 大概是 大家看到的數字是39 低於50都是乾 所以這兩天有時候我摸 我自己睡覺摸起來 這樣像龜殼你知道嗎 對 這旁邊最容易 摸皮 而且最近戴口罩更乾 對 口罩機 好 那這個使用方式非常非常簡單 化妝水過後直接 它是滴管式的 直接就滴在臉頰上 直接滴 直接滴 不用放在手上 窮咬氣 窮咬氣來了 哭 哭氣 他哭氣的時候眼耐著 好 很康 就是不要去弄髒那個 裡面的金光塔液 就直接滴 不用先抹在手上 都不用 直接就滴 然後你看它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很快 然後你就像化園式的 由下往上這樣子 它裡面總共有三種玻尿酸 大中小三種玻尿酸 去打造一個原液 那小玻尿酸在你 就是使用的當下 它會馬上注入到肌膚的底層 對 然後去幫你先去做一個 注入滿水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中分子的玻尿酸 它可以形成一個補水網 對 去把水去網住 去鎖住它 最後是大分子的玻尿酸 那你使用的時候 就會在臉上 形成一個薄膜 像我會特別在 額頭 抬頭紋的部分 加強 眼尾 魚尾紋的部分 眼角這些氣紋 然後到 這個地方 都是因為缺水造成的 還有墨紋 這些動作 其實就是完全有保濕 對 都在保濕 現在都在補水 造水 鎖水 你都可以再去做局部的加強 那像現在不到一分鐘 我已經完全完成了打底 它吸收好快 對 完全打底 而且皮膚變好亮 對啊 然後就是 重點是因為它就是 完全不會熏眼睛 不會熏眼睛 不熏眼配方 然後除此之外 你現在光看我的臉 我覺得我可以掐出水來 當然 嚴見為憑 還是要測保水餅 剛剛是39 39 來看一下 立馬標到82 好高 好高 超高的時間 兩倍 四十幾 對啊 馬上及格 而且其實快要爆標了 好厲害 對 而且非常厲害 是它下的重份 除了我剛剛說的大中小的 這個玻尿酸之外 它還加了 還有一個叫做 所以它可以讓你演變成 就是像石門水庫 哇 施下一個當下 讓你的保濕力可以源源不絕 然後每天全天後皮膚都可以 吃飽水分 而且不會流失掉 很棒耶 那因為其實人體本來就是 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分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需要去做到 更深層的一個飽水的動作 所以要減少這種出油狀況 你也是要做好飽水 好 那尤其是我建議很多青春期 由於長痘痘的 其實你就是有水不平衡 對 所以這一瓶也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還有現在很多人做醫美 做醫美完醫生會告訴你 保濕 對 所以會減少你的修復期的反黑 或者是在長斑的一些狀況 所以它也是非常好用 而且它非常溫和 重點是它沒有任何的膠感 所以它不會跟你後面 假設你要再上乳液 黏在一起 不會跟你後面的保養品去打架 所以不會掉屑屑 不會起屑 那很好耶 最後教大家一個小佩服 你使用面膜 想敷面膜之前 先使用它 可以增加面膜的吸收力 還有你平常擦乳液 或者是說我們擦粉底液的時候 我建議你也可以 一到兩滴進去 比較不會卡粉 整天都會非常非常水潤 所以你要睡覺之前 其實是摸這個也會保濕 對 就洗完臉 早晚洗完臉之後 化妝水之後就直接要洗它 就直接上 對 所以說 不管你是男生 女生 如果你想要動靈 然後要當一個Aquaman的話 都會用我這一罐超水感 玻尿酸保濕精華 謝謝老師介紹相關資訊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上歡樂之多心的粉絲團詢問 接下來進行的獎金挑戰賽 A組有28萬 總共要進行七題 第一題請出題 B 食物集中在中餐 C 不吃澱粉 要健康 營養師介意 營養師這都有介意過 不吃澱粉是最快的 不吃澱粉最快 但他不是說 對 減肥不減肥不減肌 對 不減蛋白質就不 對 那雞肉吃蛋白質 對 那雞肉吃蛋白質 我覺得最安全是不吃的 對 食物集中在中餐 食物在中餐是吃太多的 對 不過我想吃菜式 汗式 對啊 大家也很麻煩 越來越吃 白天越早 他的意思說白天越吃的話 不會負擔那麼重 因為晚上比較少吃 重點是你起床之後 哪有什麼食慾 沒錯 沒錯 現在通常都找午餐或什麼的 食物集中在中餐 晚上不要吃也是減肥跟蛋白質 沒錯 所以我說這三個 其實老師都輸過 但因為他現在講的是 就是過完年之後 可能有一種特別快食 有時候減肥連雞肉都減掉 他說減肥也不減肥 那應該是澱粉吧 對吧 但三餐都要吃這個是很 可是過五十 對 四 真的吧 覺得嗎 三 二 好 那就不是澱粉 你們的答案是 答案是 C 不吃澱粉 湯老師你覺得 我覺得我會選A 最正常的三餐就吃嘛 就好好的吃 因為你過年的時候 可能大魚大肉 對 所以你回到平常的時候 你就到三餐正常的吃 你自然而然就瘦下來啦 但三餐寶貝他都吃一些 很不健康的東西 就還是胖啊沒有瘦 對啊 還是會胖啊 還是你沒有瘦 但是他因為那個 跟過年的時候差距嘛 一帆姐 我覺得是A啊 因為我有個好朋友就是營養師 他說年後減重 最好的方法就是三七七 三餐都要吃 然後每餐七分飽 七點以前把它吃完 就是最健康而且有效的方法 什麼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每人都會知道嗎 對 我的好朋友是誰 都這樣子 你別覺得 亦凡這個很簡單做 三七七七 你第一個你們早餐就做不了 對啊 你睡到幾點 早餐是你 而且晚上七點前 我有時候七點半下班 跟人家可以八兩 對啊 好難喔 所以難 來 選擇不吃澱粉 對或錯 這三個感覺都是對啊 正常是應該三餐都要吃 正常啦 正常 但是每一餐都不能超過那個量 我的天啊 無約掉營養師建議 台大醫院營養師賴勝如表示 減肥並不是等於減重喔 也就是要減去體內脂肪組織 想要減脂 人家減脂肪搭配有氧運動 光靠少吃澱粉 也會減去肌肉的喔 再者少吃澱粉容易飢餓反而 不利於長期體重的控制 而且你的血糖可能會高高低低的 對 比較重的 所以健康很重要 所以建議三餐都要吃 而且這個定時定量的吃 不要集中在某一餐 也建議餐前搭配白開水 或低熱量的湯品電味 澱粉建議以粗糙 未加工的澱粉類食品 取代精緻 古蕾剛剛講的糙米這些 蜜麥啊糙米啊那一些 好 我們都是 對耶 我們忘記了 我們都太極端了 對 太極端了 第二組來 主播團起來 第一組有十萬塊 來 進行第一題 請出題 台灣人點飲料 最喜歡的半糖掃冰 請問英文的掃冰 可以用什麼on the ice呢 打 A less B little C easy 這個我們不能參與討論 他們厲害的 來 計時開始 有的時候我會猜錯 這個 less ice 那是掃冰 那是執意嘛對不對 對 你去國外 我們在國外 像點那種西班牙客 Drive Thu都是做 Easy on the ice 就是下手輕一點 不要放太... 對 是不是哥 是這樣說 國外的飲料也可以這樣客製化 是 也可以 Go easy on me 不要對我太誇張 可是以我們的程度 我們會講 Lipo ice 也聽得懂啊 也OK啊 什麼ice 什麼ice啊 包括瓜哥 其實你去國外 只要能夠溝通 都OK 我最怕去 你沒事旁邊都沒了 我在那邊半天 我就開始緊張 問你要吃什麼 這樣 然後一直到後面的人先 對 媽 這裡可以說 No.1 No.2 他不是都有套餐嗎 對 好不容易找兩個人 辛龍跟歐弟陪的 終於排隊了 有沒有帶錢 他也沒有... 我們走 沒有錢... 三個都沒帶錢 所以是Easy Go easy on ice 來 5 4 3 2 情況是 你們的答案是 Easy C Easy ice 對話說 3 2 1 3 學到了 Easy on ice 他剛剛有講過了嘛 對啊 如果冰拿鐵 Easy on the ice 對 掃冰冰拿鐵 好的 來 第二題 請出題 請問哪一個台灣人常用的知名商品即將改名 未來再也看不到它的舊名字了呢 A 五香乖乖 D 黑人牙膏 C 明星花露水 計時開始 好像有看過這個新聞 好像有看過新聞 最早期的 我小時候就是有看過阿嬤 外阿嬤在用明星花露水 那有改嗎 有改名嗎 到現在為止 我在Gamma Jam還是 好像還是一樣啊 可是黑人牙膏 是不是有關這種歧視的話題 所以好像不能再用 需要改掉嗎 比較敏感一點會不會 有可能是喔 五香乖乖就很乖啊 不需要改 那可是我也看過人家有 白人牙膏這個品牌啊 有 再加印 可是你說人家白人 他不會說你歧視我 但是你如果說黑人人 人家會 對啊 是不是黑人 你覺得呢 還有那麼簡單嗎 那我們要不要討論一下 五香乖乖 因為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都怕你其實出問題 是 都會換一個乖乖 而且有綠色的 好 二 黑人牙膏 一 請 你們的答案是 黑人牙膏 黑人牙膏對話錯 還沒改耶 現在播出改了 醞釀要改 2022年3月起 有3月起 黑人牙膏將被陸續除名 跟名為什麼 這個裡面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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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 Darling 我就剛剛好奇出 大概要怎麼改 才不會總 Darling好來 黑人牙膏的起源最早殼 追溯1933年 民工22年 黑人牙膏一開始 就在上海推出 1949年 民工38年 在台灣成立的 好來化工 開始生產黑人牙膏 我們小時候就有這個黑人牙膏 對 而黑人牙膏當時原名叫做什麼 Darling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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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嗎 Dark 黑人牙膏 它1989年 民工78年就改了 就改了 據傳是為了避免種族歧視爭議 英文名字改 但我們中文還沒改 我們俗稱 所以這樣會看不起來 2022年3月起 這個黑人 中文這個要改了 對 但它沒有中文的名字了 那這樣很辛苦 大家買牙膏 要重新再打一個好嗎 就好來 老闆 我要黑人牙膏 不行 沒有 那我要Darky好來 Darling好來 Darling好來 我在重達知名度 第三題 請出題 根據時尚網站調查 男人最討厭女人使出的撒嬌招數 請問哪一個撒嬌方法最惹人厭呢 A 訓奇狂傳表情符號 B 故意裝娃娃音 C 用第三人稱講話 這個是第一 就是男人會最討厭的 計時開始 全部都好討厭 你平常怎麼樣 對你老公撒嬌 來 瓜哥在那邊 你是女生 瓜瓜 這是什麼 娃娃音 娃娃音 是娃娃音 娃娃反反肚子餓餓 第三人稱 那真的很討厭 有沒有雞皮疙瘩 沒有 再來一次 有點不舒服 我覺得都很討厭 如果剛認識OK 對 OK 對啊 對啊 想說 男生是不是很喜歡娃娃音 是嗎 是 但是要是心情而定 如果他愛你 你在他眼裡就是個小孩子 那如果一直說 反反覺得 反反想出去玩 你會覺得很煩 這滿煩的 我女兒如果這樣一直煩我的話 我會覺得很煩 真的喔 那你喜歡的女生呢 第三人 我喜歡的女生 我女兒 他跟我撒嬌的時候 爸爸 我要這個嗎 好不好 第三人稱 第三人稱就是 譬如說 心梅想要什麼 就是講自己的名字 用第三人稱 反反想要幹嘛 反反想要買包包 這個比較 對 這個比較怪吧 對 超怪的 不是我 但是 訊息狂傳也很滿 3 2 2 哪一個 請選擇 請選擇 第三人 用第三人稱講話 是嗎 剛剛我是男人嗎 我是男人嗎 我聽起來好像這個比較 煩喔 對 我覺得以上都是 寶寶嚇壞了 寶寶嚇壞了 嚇死寶寶了 寶寶生氣氣 寶寶氣噗噗 對 張老師會討厭哪一個 應該是第三人稱吧 對 感覺上很不負責任啊 明明就是你 你要來跟我撒嬌 你幹嘛找一個第三人才 不知道在哪裡 第三人是我自己的 主要說 我就想說 喬心想要吃飯飯 是我用的 那就是你啊 你就說你就好了 但這個哪裡不負責任 都說喬心想吃了 我跟你講我覺得不是耶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 那個訊息狂傳表情符號 就很煩啊 因為表情符號 男生小時候有什麼意思啊 我也是 我也覺得A 剛剛交往了 用什麼方式他都不會逃 對啊 所以交往久了 你那種娃娃音 你如果這樣子 詹子晴怎麼結婚 對啊 而且他很好 沒有 他都結婚了 對啊 智琳姐姐大家都超愛的 用第三人稱講話 對或錯 好嗎 謝謝 老師 詹子晴 詹子晴 詹子晴怎麼結婚 詹琳姐姐怎麼結婚 男一 教教我們 還是說男人得不到 所以 所以 這是男人調查 香港時尚晚上 柯夢波丹公布男人眼中 最討厭女人使出的撒嬌招數 第一名是裝娃娃音 很多女生會覺得男生喜歡 嗲聲嗲氣的 事實上如果你天生就是娃娃音 男人確實會感到幸福 不是裝出來 天使的靈 智琳姐姐 三子晴都不是 那你們都分不出來 是不是裝的 對啊 男生怎麼分得出來 我們男生怎麼分得出來 不是裝的 以前 對不對 他連生氣罵髒話也是娃娃衣 那絕對不是裝的 男人會感到幸福 但若是裝出來 只會讓對方覺得做作又噁心 第二名是 逼男人解讀一連串的表情符號 適量確實可以分擔 如果太多的話 只會讓人感到無言 第三名是裝瘋狂裝笨 一直表現很脆弱 很需要照顧 會讓人覺得你有公主病 有這種人嗎 有 有 很棒的 我不會 對啊 怎麼都裝不去到 我不會 對啊 你來接我 我不會 對啊 那你叫車 我不會 我不會 還有那種爬山 硬要穿 對啊 我不會 對啊 做姐姐好害怕 我就談到去爬山或戶外 然後硬要穿那種恨天高或那種高 對 然後就說累累不想走 然後男朋友還要背她 我說 還要背啊 爬山就穿正常的運動鞋就好啦 對啊 看那個畫面就滿討厭的 很討厭的 對啊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另外一位來賓 來我們節目現場 送你的是PAN 送你一個無線藍牙耳機 百夫長旅行箱 打開衛視註問台 換我用起來 謝謝大家 好